不良熊孩子被老爸碰壽 事后竟气急败坏报复老爸 没想到一只族直接变成了沙雕 今天一回家 就看见单元门口聚集了很多人 只见一个女人被人架着 一边走一边嚎啕大哭 我好奇的拉住邻居大哥 问是怎么一回事 大哥说道 阿星你没认出来吗 这就是24楼 那个熊孩子的妈妈 然后又小声说道 听说这个小崽子 昨天半夜跑到工地玩 结果掉到水泥里 淹死了 我大吃一惊 没想到熊孩子这么快 就把自己给做没了 熊孩子一家是去年 才搬到我们小区 他的爸爸长期在外 在工地当包工头 赚了点小钱 在搬来之前 熊孩子跟着爷爷奶奶 住在一块 他经常带着一群孩子饿作剧 他的爷爷奶奶 不仅不管还拍手叫好 来到城里后 没见过世面的熊孩子 整天在小区里要舞扬威 不是欺负别人家孩子 就是半岛路人 还用棍子打碎了不少邻居家的玻璃 弄得小区 鸡犬不宁 别人找上门 熊妈就给点钱了事 从来不会教育孩子 不要这样做 前段时间 我新买的 别摸我插衣 就有幸被熊孩子划了很长的一道口子 我查了一晚上监控才发现是熊孩子干的 第二天一早 我便找到了他们家 您好 我的车昨天晚上被划了 查监控看到是您家孩子划的 没想到熊妈还没听我说完 就开始口吐芬芳 什么鸟事就来朝我睡觉 滚 然后把门重重的关上了 我一脸猛逼 正好碰上他家隔壁邻居出门 邻居告诉我 这家的女人每天白天睡觉 晚上叫很多人在家里打麻将 他家的熊孩子也经常半夜溜出去玩 所以白天来找他根本不会理你 所幸我只好等到晚上熊妈醒了再去敲门 没想到熊妈听我说完 很不耐烦的说 不就是划了你的车吗 一辆车能值多少钱 小孩子不懂事 又不是故意的 大姐 不能说一句 不是故意的 就偏清责任了 4S点说了 这车补期需要8000元 你不能说一句 不是故意的 我就认栽吧 而且小区里是有监控记录的 您如果不照价赔偿 我只能报警处理了 熊妈一听 骂骂咧咧的说 行了行了 赔你就完了 我老公有的是钱 我儿子一辆车还划不起吗 拿着钱赶紧滚蛋 别打扰老娘打麻将 此时熊孩子就在一旁 得意的冲着我做鬼脸 虽然对方态度非常恶劣 但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 既然已经拿到了赔偿 我也没有继续追究 但我心里觉得 熊妈这种教育方式 熊孩子早晚会闯下大祸 果然第二天晚上 熊孩子又偷溜出来 跑到地下车库 有了上次的经验 熊孩子觉得 划坏别人的车 根本算不上什么大事 他直接一连划坏了地下车库里的十几辆车 好巧不巧 其中又有我的车 第二天我和几个车主跟着物业 找到熊妈交涉这件事 熊妈一听说熊孩子划了那么多车 就开始死活不认账 不可能 小孩子哪来那么大的本事 别拿监控录像吓唬我 别以为我不知道 昨天晚上小区里停电了 我连麻将都没打成 摄像头怎么可能拍到我儿子划车 突然他看到我站在后面 立马指着我的鼻子骂道 又是你上次不是赔了你钱吗 你怎么又来了 没有监控 他们怎么会知道是我儿子干的 好啊 肯定是你个王八蛋引着他们来的 我告诉你 老娘有的是钱 但是一分钱也不会给你们这群大 说着就呼吁你的胳膊冲上来要揍我 肤业一看这是个不讲道理的颇妇 单粹也不和他继续理论了 直接报了警 见到鼠鼠来了 熊妈开始慌了 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 没一会儿熊爸就赶回来了 最终处理的结果是赔偿了几万块的修车费 因为这次赔了不少钱 熊孩子事后挨了熊爸一顿唱歌 可从小娇生惯养的熊孩子哪里服气 不免怀恨在心 于是又在某天晚上直接偷偷溜到熊爸的工地上 打算好好倒个乱报复一下 他看见一个水泥坑 心生一计 跳到坑边解开裤子 冲着里面撒尿 结果一个没站稳直接滑了进去 没想到坑里的水泥非常深 熊孩子很快就陷进去了半个身子 可他越是挣扎就陷得越深 没一会儿整个人就都陷了进去 第二天工人们发现后 赶紧把熊孩子挖出来 还打了120 但医生说熊孩子因为窒息太久 已经想救不回来了 而熊妈因为打了一宿麻将 压根没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 甚至连儿子的最后一面都没能见到 杠上开花 自摸了 熊孩子随地大小便 北路人追着暴走 最后雪狗撒尿直接被垫到冒烟 这几天我因为羊了一直窝在家里 此时只见屋里的灯闪了几下 然后就听见楼下熬的一声 发出了很大的动静 我顺着窗户往下一看 只见楼下聚着一群人 还有一坨黑乎乎洒发着烧烤香味的东西 事情发生的太快了 我知己的杠杠着孩子还祸捧乱跳的 一段言就剩贤这模样了 后来经过了解 这个熊孩子是我们小区的 平时没少拖弄小区的路人 有天不知道熊孩子在哪弄的炮上 点着了就冲着人丢 可邻居找上门后 熊孩子的爹妈根本不讲理 你哪只眼睛看见是我家孩子干的了 你这么大人了 怎么冤枉好人呢 告诉你 就这一次 要是在污蔑我家好大儿 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沙包大的拳头 每次搞完破坏 都有熊爸熊妈给他撑腰 熊孩子也因此更加肆无忌惮 这天熊孩子不知道跟谁学的 开始着迷于随地大小便了 整个单元的电梯间 都让他弄得臭气熏天 这谁家的孩子这么没素质 怎么跟狗似的到处乱了 等到物业和业主找上门后 熊爸熊妈还是老一套 你能不能管管你家孩子 意境又很多野猪过来透宿了 虽然咱们消取又包结人院 但是我们的工作也很难做 你能不能击恋我们一下 不要让孩子 再漏到喝点体里打消贬了 呵呵 这我有什么办法 我们家孩子年纪还小 他憋不住 我也没办法 再说了 我也不能24小时盯着他吧 而且每年的物业费 保洁费 我也没少交钱 你们打扫卫生 难道不是应该做的吗 简而言之 不就是小孩子的一坨屎吗 至于吗 随后熊妈又张牙舞爪的 把物业给轰走了 这天 熊孩子在小区里 发现一辆豪华轿车 这么干净的汽车 不留下我的专属印记 就太可惜了 熊孩子说是跳在车上 拉了一炮响 也就在熊孩子 要加断的时候 车上立马下来了一个大汉 对着熊孩子 怕怕就是两个大逼斗 小屁孩 赶紧给我清理干净 不然我就接着 让你尝尝大逼斗的滋味 此时的熊孩子知道怕了 用自己的双手 捧着刚刚拉的翔 灰溜溜的逃走了 而熊爸知道这件事后 顿时气得火冒三丈 光是我自己的话 可能打不过他 我得找几个好兄弟 随后 熊爸带着一个小混混 趁着夜色堵住了大汗 并狠狠的揍了他一会 回到家后 还耀武扬威的 对着熊孩子说 好大儿 被人打了就得还回去 今天的恶气老爸给你出了 以后你想在哪拉就在哪拉 想在哪尿就在哪尿 但凡他们敢说你一句 老爸就跟今天一样 打爆他的头 扭了爹buff的加持 熊孩子在小区里 更加猖狂了 这天 熊孩子看到一个路人 正在遛狗 小狗子找到一棵 合适的树 抬起腿 就开始撒尿 熊孩子健壮 顿感大喜 抬着腿尿尿 是不是会尿得更高啊 随后他便走到 一棵电线杆旁 有模有样的 学着小狗子尿尿 可谁知电线杆的底部 已经裸露出一头电线 而且已经开始漏电了 熊孩子看都没看 只听啪的一声 一股青烟 从熊孩子身上冒出 直接变成了黑炭 全身僵硬的躺在了那里 等到有人发现时 已经来不及了 熊孩子已经彻底变成了炭烤肉 熊孩子欺负小朋友 按在地上疯狂暴奏 结果劝架大妈被当场打死 这天已经五十多岁的王大妈 闲得没事在小区里溜弯 因为年纪大了 没走一会就想着 在场椅上休息一会 可就在此时 只见一个熊孩子 追着另外一个小孩 像是在抢什么东西 熊孩子见自己 抢不过另外一个小孩 于是大发雷霆 你他妈的 快把玩具给我玩玩 不然我就纵失你 我就不给 我就不给 有本事你来拿 熊孩子果然大怒 我操你猴子 说着熊孩子便将小男孩 按在了地上进行殴打 一个劲地砸小男孩的头 见到这种情况 王大妈也开始担心起来 赶紧上去拉架 你这小胖子 怎么还打人啊 怎么这么狠的心打人家的头 你个老太婆 有你什么事啊 要你管我 见小胖子这么不讲理 王大妈赶紧失忆 小男孩赶紧走 她也害怕自己再挨打 于是一溜烟便跑了 熊孩子见他跑了 更加生气了 你个死老太 快放开我 不然到时候 我就把你的氧气管 见熊孩子这么凶 王大妈也来气了 你这个小孩子都跟谁学的 把你老师电话告诉我 我要把你欺负人的是 告诉你的老师 一般情况下 小孩子是很害怕告老师的 可熊孩子听见这话 更激动了 一把正拖出来 对着王大妈 转砸脚踢 为了控制住熊孩子 王大妈顺势将熊孩子 按在了地上 可王大妈 毕竟年纪百在呢 体力根本不如 一个熊孩子 很快便被挣脱了 见熊孩子 一直对自己不依不饶 王大妈也只好大呼救命 也正好在这个时候 小区里的安保过来了 正好看见熊孩子 在殴打王大妈 于是赶紧上前拉开熊孩子 并将王大妈 扶到一旁的椅子上休息 大妈你先休息一下 随后保安大哥便开始教导熊孩子 本想着简单教育两句这件事就过去了 突然只听旁边的王大妈一声嚎叫 突然就从凳子上摔了下去 浑身僵硬的躺在那里 脸上也浑然没有一丝丝血色 吓得保安小哥赶紧叫了救护车 没过多久 救护车和王大妈的家人同时来到了现场 哎 不好意思已经来不及了 人已经没呼吸了 赶紧让家属安排后事吧 此话你出 王大妈的闺女宛如晴天霹雳 大夫 求求你九州窝母琴吧 哎 实在不好意思 老人已经完全没有生命体征了 已经没办法抢救了 对此 王大妈的女儿带着小区的录像第一时间来到了派出所 叔叔通知 你可要为我们佐助啊 整个凶孩子真正大了窝母琴十分钟 窝母琴都无事多岁了 没想到九州这么祸祸被打死了啊 很快 熊孩子一家被传唤到了派出所 你好 你家的孩子对当事人的母亲进行了长达十几分钟的殴打 事情发生后 当事人的母亲当场死亡 对于这件事 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 说着 叔叔便拿出了当时的监控视频 可没想到 这家人看完视频后更加来劲了 不对啊 叔叔同志 这视频上明明有破绽 这个大妈明明被搀扶到椅子上时 还好好的 过了几分钟后 才倒地不起的 这肯定和我家好大儿没关系啊 对啊对啊 这跟我没关系 我怎么可能打得过一个大人吗 我觉得 这件事根本怪不到我家的孩子 你们也看到了 一开始明明是小孩子之间的小打小闹 根本就没什么事 明明是老太太多管闲事 不然这件事也根本不会发生 一听着 王大妈的女儿当场就炸了 既然你们这么不降丽 那三爷就不用夺锁了 扔着北七处吧 来到法院后 熊孩子一家依然坚持这件事和孩子没关系 王大妈的女儿则是一直强调就是熊孩子打死了自己的母亲 为了查出王大妈去世的真相 于是法院对王大妈进行了尸检 结果显示 王大妈的真实死因是血管流破裂 这个病如果好好吃要休养的话 不会致命 可如果短时间内情绪波动过大 则会导致血管流破裂 也就是说 王大妈被孩子殴打了之后 一时间怒火攻心 导致情绪波动 最终导致血管流破裂当场去世 最后熊孩子因为还是未成年 免于追究刑事责任 但熊孩子的父母要依法对王大妈进行赔偿三十六万 无赖大妈爱占便宜 弄烂我价值几万块的快递 事后还告我敲诈 我家楼上住了个老太婆 每天到处捡瓶子收垃圾 整个楼道都被她弄得臭气熏天 而且她还经常趁我不注意 把我放在门口的垃圾袋 穿得乱七八糟 瓶子这盒子通通拿走 剩下一地垃圾 汁水乱流 我本来想着大不了自己扫扫 也不是什么大事 直到某天 我托人千辛万苦 从外地带购回来的两个大纸箱 因为不在家放在家门口而不见了 地上散落的都是我给女朋友买的护补品 好多都磨坏了 完了完了 这下女朋友不得扒我几层皮 不用想 根据历史经验 肯定是楼上的老太婆 趁我不再想拿走纸箱 主要是她竟然拿完了 就这么拍屁股走人了 把我的快递祸祸成这样 我心里越想越气 终于还是忍不住去掉了监控 只见老太婆拿着一把美工刀 直接划烂了我的箱子 刀子起来就往地上倒 噼里啪啦的气得我 差点当场去世 我当时就火冒三丈的去敲她家的门 然而 里面明明有很大的电视声音 可敲了好久 她才隔着门应了声 你找谁呀 敲敲敲 敲坏了 你赔得起吗 要不是你摔了我东西 谁闲的来敲你家门 大妈你好 请问您有没有拿楼下的箱子 我有两个 我还没说完 大妈的声音立即提高了八度 没有没有 可是我查了监控 就是你 还把我东西都摔坏了 没等我说完 直听里面一顿叽叽喳喳骂咧咧的话 虽然很生气 但是我也没有办法 我只好再次找到物业 物业一听说是她 顿时连连摇头 星先生不是我们不作为 实在是那个孙大妈太难打交道了 她把楼梯间堆满了 捡回来的破烂 那个味道大得很 夏天还找蚊子和老鼠 我们要去请 她就撒泼 来我们物业闹事 我难以置信地问道 没住户投诉吗 有啊 谁投诉她 就跑到谁家门口去打滚 说人家不给她活路 她没有子女吗 有啊 但是她子女也管不到她 你跟她子女说了 回头她就到你家门口去土坛 这特么遇上老滚刀肉了 哎 要是在平时 她把我的垃圾翻得乱七八糟 也就算了 你也看到了 就我那损失 没个小一万下不来 要不您联系一下她子女 她一般不给我们开门的 随后 我给老太太的儿子打了电话 而对方态度出奇的好 一听说 孙老太又作妖了 立刻在电话里连连道歉 说下班了就来处理 本来还挺高兴 可没过多久 对方给我打来了电话 阿兴先生 你是不是弄错了 我母亲说她没有拿你的东西啊 当时我就气炸了 我拿着那些被打碎的护肤品 直冲楼上 她是没拿 为了几个破纸箱 把我的护肤彩妆全倒在地上 碎的碎坏的坏 你说怎么办 老太婆瞥了我一眼 有钱了不起啊 鬼晓得你那东西怎么坏的 你要的话 把两个纸盒子拿走就是了 我差点就被气笑了 直接拿出手机 给她播放当时的监控 来来来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你是怎么在我家门口 光明正大拆我的快递 砸我的东西的 我东西和发票都带上来了 今天你不把钱赔给我 回去我就报警 顺便再把这视频发小区群里 给大家评评里 看到底是谁 不要脸 孙老太声音比我还大 你怎么这么没素质 你要的东西会随便放门口 摆在门口的那就是不要给人拿的 我还是好心好意帮你丢垃圾呢 神特么的你好心 我那两箱东西加起来小一万 无论如何你也得给我赔了 孙老太立时跳了起来 抬手就想打我 什么狗东西 开口就一万 你要不要脸啊 谁让你不要脸偷开人家的快递 这是你的福报 孙老太立刻就第一堂 开始撒谷打起滚来 杀千刀 来坑我 这个老太婆了 还有没有天理啊 而他那站在一旁的儿子 也满脸不赞成看着我 青先生 你怎么还跟一个老人较真呢 本来也不是故意的 差不多就得了 气得我 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 行 物业物业不管 你们还在这耍赖 我果断掏出手机 唯 叔叔同志 我要报案 接上级 无赖大妈弄坏我几万块的快递 还告我敲诈 孙大妈 请您把门打开 希望您能配合我们的工作 只见孙大妈一直不打开门 这大妈还真行 叔叔同志 这算不算拒谱啊 叔叔摇了摇头 随后叔叔拿出手机 请其他叔叔帮忙联系大妈的儿子 让他迅速过来配合调查 如果耍无赖拒谱过来 那就通知他的单位 叔叔的操作 看得我一愣一愣的 没过多久 大妈的儿子着急忙慌的赶到了现场 叔叔同志 叔叔同志 这是个误会 我妈年纪大了 有点糊涂 真没别的意思 随后便瞧向我 星哥你也消消气 您的损失 我们还是可以商量的吗 商量 你上次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还是赶紧让你母亲开门吧 又过了一会 孙老太才不情不愿的开开门 干什么干什么 叔叔就可以扰民了 你们这样恐吓我老太婆 我回头就打市长热线投诉你们 叔叔没理会这查 孙老太 根据星先生报案 你故意损害他人财物 应当给予赔偿 你听着老太婆不干了 你们怎么能这样 为了几个破口红 没完没了 说着老太又要推散我 叔叔直接立声警告道 当着我们面打人 就不是一个兴致了 老太太你还是自重一些 见自己老妈撒破那一套不灵了 男人苦着脸凑了过来 我妈老糊涂了 今天这事是我们不对 你看一下损失多少 我来赔 我顺势拿出了订单记录 一共一万三千五百八十六元 不能分期 现在就给 看到那个数字一瞬间 男人的嘴唇都花白了 还不等他说什么 孙老太又蹦跶了起来 你个星号币的东西 张考就一万 你怎么不去抢啊 说着就要抢走我的发票 哎 孙大妈 我可是复印了一本的发票 你再怎么抢也没用 男人也气不打一处来 叫你不要到处捡垃圾 捡出尸了吧 我又不是养不起你 一天到晚竟给我丢人 一听着 孙老太也勃然大怒 小杂种 你连你娘都敢骂 你要死了 上去就是那种春风群 我本来还是乐待其宗 叔不知那孙大妈 顺势给了我一个大逼斗 我的脸上瞬间浮现出一道巴掌印 叔叔 我心脏不舒服 还有我的头好晕 啊 我不行了 我不行了 叔叔 我要去医院 最后 孙大妈的儿子 不行不愿地赔偿了 我的快递损失和医药费 本以为事情能这样结束 可第二天 我刚刚回到家 就发现门把手上 沾满了绿油油的老残 而且地上还散落着一堆垃圾 我再次找到物业 哎呀 星先生 孙老太毕竟年纪大了 我们也没办法 要不我们多安排保洁 清扫一下您的楼层 或者您看见了 跟我们说 我们来打扫 也是一样的 这是谁打扫的问题吗 合着我一个月 每瓶五块八的物业费 就换来你们这样的服务 你们作为物业 就有管理公共空间的义务 反正最后好说歹说 物业就是两手一摊 没办法管 既然这样 那只能用魔法来对付魔法了 我先是请好了一周的假 又在小区群里偷偷的和旁边的邻居打好了招呼 毕竟孙老太不光得罪了我一个人 等到半夜 我直接播放当下最流行的单词 我还花钱找到了邻居家的熊孩子 我告诉他 每天半夜去楼上敲几下门 敲满一周 后来找我 到时候我给你汤吃 就这样 等过了一周 我再碰见老太太发现他的眼圈已经黑了一个肚 而且据说上次孙老太和儿子打起来以后 儿子的领导知道了此事 导致他的事业一路下滑 男人不堪重负 再加上有这样一个左腰的老妈 两人立马翻脸断绝了母子关系 房子也被儿子变卖 孙老太变成了无潮老人 而且只要他见到垃圾就下意识的避开 真是的 刚刚才买了阵楼器 这下子用不上了 全都显得了 我来看一下 如果我举案 我来说 好 过来 我来说 我来说 他坐